欢迎收看RTM法语新闻 我是拉斯达 我们来看新闻焦点 国国今天新增835起确诊病例 沙巴占了410起 三州155起 水州126起 纳敏76起 今天新增两个感染群和两起死亡病例 国防部长宣布 水州刮拉冷月线有两个地点以及沙拉月一个肝膀 因为病例增加将会从28号开始实施加强新管理 内政部长证实 截至目前我国有200名警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而在医院治疗中超过1万名警员正在接受隔离 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今天新增835起确诊病例 今天的新增病例当中有5起是输入型的病例 其余的都是本土病例 沙巴占了410起 三州155起 水州126起 纳敏76起 今天新增两个感染群 同时我国今天也新增两起死亡病例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835起确诊病例 有5起是输入病例 其余的830起都是本土感染病例 卫生总监丹西诺医上指出 今天新增的830起病例 有410起在沙巴州 森美兰155起 雪兰额126起 纳敏76起 沙拉越16起 槟城13起 霹雳11起 吉隆坡9起 罗佛8起 吉打和登加楼4起 不成1起 今天新增两个感染群 也就是沙巴亚币新增Lindas感染群 累计6例 纳敏新增林崩岸感染群 累计20例 而在森美兰河布城的 嘎亚感染群 今天增加最多 达到152起 纳敏的Sagukin感染群 则是增加55起 目前 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达到28640起 我国今天新增两起死亡病例 全部都是来自沙巴陡湖医院 累计的死亡病例增加到238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有674人 目前累积康复出院的人数有18499人 目前还有多达9903名确诊病患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89人在江户病房接受治疗 32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国防部高级部长的德顺伊斯曼萨比 今天在例行汇报会上宣布 雪州刮拉冷月线有两个地点 以及沙拉月一个干把 因为病例增加 将会从28号开始落实加强行管令 此外 他表示 民众如果要跨州到有条件行管区 或从有条件行管区到其他的州数 探望自己的家人 必须向警方申请 这和之前在5月份实行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时 允许夫妻每个星期跨州见面自雷同 我们也认为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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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P PKPB 我们的 包括 SOPPKPB 以前的 PKPB 明年月 当 PKPB SOP M 婚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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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以前的PKPB之后 都被证明了 但我们必须得证明 从警方的最早 雪州瓜冷、宋爱尔松 七棟组屋和家营 Prasa恨殿的病例激增 所以将实施加强行管令 从10月28日直到11月10日 槟城热曼监狱和宿舍的 加强行管令将延长 从10月29日到11月11日 沙拉越古近的甘邦哈吉巴基 明天起实施加强行管令14天 直到11月10日 另外他说 昨天有156人没戴口罩 违反行管令被罚 同时也有310辆交通工具 被执法人员要求惹反 原因是在加强行管令区 要外出以及有条件行管令区 要跨州跨县或其他州 要南下北上越过雪龙区 没有向警方申请通行证 我国三层市的口罩零售价 再次调整 贸效不表示 从11月1号开始 三层市的口罩价格 从现有的每片一令吉 降到每片70仙 而批发的价格 则是从每片95仙 降到每片65仙 国内贸效部长 德西·艾利森德发文告指出 政府重新调整口罩的价格 主要是顾虑人民的需求 尤其是在新常态之下 人民要继续戴口罩防疫 他也表示 贸效部与本地口罩商 以及进口商研究之后 决定重新调整口罩的价格 新价格将在201年 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下生效 另外 从1月29号到10月25号期间 贸效部在全国 针对口罩的价格及供应 展开6万7217次的检举行动 当中有73起违法案例 当局冲锅了大约 54万3000令吉的货物 并且开出 51万8400令吉的法单 内政部长的杜徐哈姆萨表示 截日目前 我国有超过1万名警员 正在接受隔离 另外 至少有200名警员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而在医院治疗中 面对极高的感染率 大马皇家警察 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行动 确实受到很大的挑战 哈姆萨表示 由于警方是抗议过程中的 前线人员 需要近距离接触民众 尤其是还没确定 是否染疫的民众 因此属于高风险染疫人群 他表示 虽然在执行时 警方都有戴口罩 不过 他们需要与民众 进行密切的沟通 在保护国家安全 与安宁之下 警方无法完全保持距离 此外 部分的警员 也被安排到移民局 以协助防止 非法入境者入境我国 他坦言 警力和警队资源的使用 已经处于最大化水平 他感谢警队 不辞劳苦的付出 尤其自疫情爆发以来 许多警员 都未曾好好休息 或是与家人团聚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 继续蔓延 国防部高级部长的特殊 Isma Sabi 昨天宣布 延长血龙 以及部长的 有条件新管理 警方今天到疫情红区 巴达林在野 以带的办公室 进行突击检查 确保大家有遵守 标准作业程序 二次病毒在工作场所蔓延 巴达林在野 警区主任 尼安森尼表示 警方一共在巴达林在野的 二十一个工作场所 进行防疫突击行动 其中包括 私人以及政府领域 他强调 在延长有条件 行管理期间 所有的民众 都必须要遵守 政府所制定的 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戴口罩 以及保持距离 五个事件 五个事件 当我们替了 我们交出地上 一些人的 一件事件 二件事件 一件事件 雙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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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我们从来 来 我们去 我們來 我们来 了解 我们来 成为 相伯 成为 一件事 她解释,政府颁布居家工作的指令 也让繁忙的道路瞬间减少了交通拥堵的状况 许多民众也表示 非常赞成政府延长有条件行管令的措施 认为这是在不影响经济状况之下 而至疫情蔓延的最好做法 我认为如果在社会的肌肉 它必须在参加上的股票 但在社会的股票 我认为我所作为 我认为政府的股票 是我们的股票 我认为我需要在一国的股票 因为我需要一国的股票 例如我认为一国的股票 我去KL因为我工作的工作 所以我必须去去 但如果不喜欢我必须去 我必须去 我必须去做的 但是有些人不懂得 有些人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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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病毒 病毒还要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全球最大的敌人 病毒不会因为我们对它降低防备而对我们仁慈 因此大家一定要好好遵守防疫措施 因为有大家的合作 前线的医护人员才能够尽早回家休息与家人团聚 RTM采访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 罗佛州房屋及地方政府行政议员阿尔加密表示 位于新山河伊斯坎达公主城一带 还是有很多的娱乐中心业者不听劝告 在复苏式行动管制令期间开门营业 新方将会在这两个地区加强巡逻和监控 伪力者将会被吊销营业制造 阿尔加密表示 娱乐中心是一个容易让人群聚集的地方 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变成新冠病毒爆发的温床 他也透露 有许多的业者 试图将居住场所改造成娱乐中心 想要逃过执法人员的法院 另外他透露 在新山河伊斯坎达公主城一带 有多家的娱乐中心 因为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而遭到取缔 新山河伊斯坎达公主城一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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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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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名船员在这起事故中丧命 达马海市执法总监的德穆罕马斯被证实 在早上9点29分 四名下落不明的船员已经在事发地点不远处被寻货 据了解 在这起事故中 海市救援协调中心 达马石油公司 达马空军及消防局等机构 携手合作 前往达安德巴尘船的地点 展开营救和搜救的行动 警方今早透露 涉及澳门骗局洗钱案的吴良勇 16天前从反贪委会总部翻墙逃跑之后 今天凌晨终于落网 当时随行的一名中国籍女子 也已经被逮捕协助调查 另外 行动党双西比利周议员刘天球 前几天在脸书张贴泰国示威的图片 并留言暗喻 因此惹破 警方表示将会援引煽动法令展开调查 同时呼吁另外三名涉嫌煽动行为的网民 也到伍吉亚曼警察总部之首 伍吉亚曼刑事调查局总监达的呼秀 在文告中表示 警方针对四名网民在社交媒体 发表犹如国家元首倾向的文字 援引煽动法令和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展开调查 这四名网民是刘天球 在推特发帖的安格艾瑞夫和刘立南 以及脸书发帖的侯瑞登 警方呼吁四人主动到伍加曼总部自首 否则警方将会逮捕他们 为了巩固霹雳州苏丹苏丹约 作为霹雳州统治者的至高地位 霹雳州立法议会将从几日起 创造历史采取巩固霹雳州往事地位的特别措施 在议会厅内设置苏丹以及苏丹后的御用王座 以示效忠 以及象征苏丹殿下为霹雳州保护伞的地位 霹雳州议会议长达末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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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 今早主持霹雳州立法议会第十四届第三季第二次会议 首要议程就是宣布议会厅设置苏丹及苏丹后御用王座的改革 他表示霹雳州议会是依循霹雳州宪法 加强霹雳州苏丹殿下作为霹雳州立法机构的保护伞 而决定在议会厅内设置王座 借此巩固霹雳州苏丹至高无上的地位 同时新设置的苏丹及苏丹后王座会于原本的议长作为 而新的议长作为则推前到州议会秘书的原有作为 至于州议会秘书的作为将移往议会厅的中央 此外霹雳州大臣德旭阿曼菲萨在口头问答环节后也指出 自1948年召开首次的霹雳州立法议会至今 已经辗转在三个地方举行 但是从来没有设立苏丹及苏丹后王座 早上一位感染新冠肺炎接受治疗而错过宣示的 沙巴州首席部长的杜哈基基 今天正式宣示就任苏拉曼区州议员 除了哈基基以外 另外两名官委议员和一名州议员也宣示就任 目前剩下布盖亚区州议员因为正在医院接受隔离 而还没有宣示 哈基基今天是在沙巴州立法议会会议厅 州议长达特·盖西面前完成宣示一续 除了哈基基以外 同样在今天宣示就任了有达特·杨德利 达特·阿米塞亚信以及达特·赵珍三巴共 早前哈基基因为与确诊病患有过密切接触 而自行隔离 事后又因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而缺席沙巴州议会的宣示就职已逝 10月9号的沙巴州州议员宣示就任已逝 一共有5位州议员缺席 目前剩下明星党布盖亚区的州议员 因为还在医院隔离 而无法出席宣示就任已逝 宝藤公司在今年9月中开放预定之后 今天终于以线上发布的方式 推荐全新的S50修理车 并正式公布售价 至于79,200令吉到13,300令吉 宝藤通过线上发布的方式 正式推荐旗下的第二台运动型修理车 X50 X50在9月16号开放预定至今 已经获得大马顾客的热烈响应 至今一共接获了20万个订单 宝藤X50有四种型号 最低售价的标准版本为79,200令吉 其他三种型号的售价分别是 84,800令吉 93,200令吉 以及10,3300令吉 X50的设计融入了更多大马人喜欢的元素 例如车头通风格栅的红色线 LED头灯和宝藤标志的照地灯 而车内则配备许多先进和实用的设备 车身有七种颜色选择 还有多种主动和被动安全系统 在东南亚新车安全测试中获得五星级安全评级 宝藤指出配合X50的上市 该公司推出五大优惠 包括五年及无限礼数的保用 五年每个月1GB的数据配套 而在12月31号之前购买X50的首三万名顾客 可以获得五次免维修费的维护服务 同时宝藤也提供低至2.2%的低利率贷款配套 以及宝藤保险配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正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时刻暴露在感染的风险当中 双微医疗中心为了降低检测医护人员的感染率 设置了一座电话亭检测站 新闻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我是拉斯达,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